男人是知识人的秃鹰怪 只要有人快要死了 他就能闻到其身上冰死的气 只见他盯上目标后 上去趁人病要人命 直接伸出一条四十米的手 将其捕肉给瞬间吸光 就连刚加入伟森的狼人老屋 都差点死在他手上 可如此凶狠的他 却是一个大孝子 每次不溜回来 都会亲嘴喂给家里孙女 堪称伟森圈里最孝的狠狠 这天他妈又饿了 被逼无奈之下 秃鹰怪只能出去觅食 他在公园找了一晚上 迟迟没有闻到死亡的气味 好巧不巧 一个酒蒙子喝得烂醉 闭眼开车开了一路 直接撞到路边大树 冲出窗外躺在马路 秃鹰怪仔细一吻 今晚终于可以饱腹 只见男人起身后 晃悠着来到天桥下 看到两个该溜子后 请求对方帮忙打败车 然而该溜子怕摊上市 果断转头就走了 体力不支的男人 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不一回 秃鹰怪就来到他身旁 将其身上的贵重物品 丢掉后 直接拖着他来到了马路上 此时的男人以为自己得救 殊不知 一睁眼就看到 秃鹰怪开车朝自己驶来 压一下还不够 还切到当压了回去 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要把男人的内脏压碎 接着秃鹰怪就来到男人身前 伸出舌头开始稀释起来 随后他就回到家 将肚子里的食物 统统喂给恶坏的父母 很快 男人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警方赶到现场后 尸体只剩下一张皮套 办过如此之多离弃案件的阿强警 都不禁道吸一口凉气 虽然死者身上没有证明 其身份的东西 但好在指纹还是可以用 于是老吴采集了指纹后 阿强接到了新线索 两人来到了离案发地 两条街远的地方 现场的警人说 这辆撞树的车可能是死者 因为有个该溜子 称昨晚见到过他 接着阿强两人找到他询问线索 他带着两人来到桥底下 说自己昨晚就是在这碰到死者 但见他喝得烂醉 而且脸上还有血 怕摊上是自己就走了 接着几人在现场搜寻 在草丛里 找到了被秃鹰怪丢掉的钱包 里面正是死者的证件 接着两人回到警局 老吴核对了死者的信息 发现他有不少酒驾的案 最严重的就是酒驾致人身亡 而老吴也查了他的驾照 他的车昨晚被人举报 地点就是他们发现车辆的地方 阿强这时心生疑惑 他的车里案发地有断据 死者可能是被人拖过去 可他却不抢钱 只要人命 而且死法还很离奇 于是两人抱着疑问 来到了验尸房里 法医经过解剖发现 死者身上除了有大量酒精外 还有一种奇怪的消化面 死者的骨头和内脏 可能就是被这东西溶解的 这时 阿强问起了死者嘴巴上的残留物 法医说那就是被溶解的骨头残留 他怀疑死者的内脏和骨头 就是从嘴里被吸走的 看来又是伟森在作怪了 现在只要评论加油2024 就会出现一段随机祝福 快看看你的祝福是什么吧 此时 白天那名该溜子 因捡垃圾的分钱问题 和同伙发生了口径 他直接被一枪打倒在里 起身后的他口吐鲜血 这冰死的气息 很快就被秃鹰怪闻到了 于是他寻着气味的方向 来到了该溜子面前 把他身上的钱财丢到了一旁 接着开始对该溜子道歉 嘴里念叨着自己是被逼的 希望对方能原谅他的行为 说完便拖着该溜子来到了一处仓 将其摆在路中间后 一脚油门直接压了过去 接着他把该溜子细干 便火速赶回了家里 看到儿子终于回来 饿坏的两人就现出原形 坐等儿子喂食 此时阿强接到了新井 他来到现场后 老吴说这次的死者 和前面的一模一样 阿强见到尸体的惨状 看来凶手是同一人所为 为了查出其伟森身份 他找到阿郎帮忙 得知来龙去脉后 他们在古书中查到了对应的伟森 那是种专门捕猎损死之人的秃鹰怪 在以前的战场上 他们被称为阻止瘟疫传染病散播的死者 因为那些受重伤的人 都会被他们带走失掉 阿强说两次命案的死者 都是在公园附近 怀疑他的老巢 可能就是公园旁的某个地人 可怎么找到他却成了问题 好在书中提到 冰死之人的血液 能引来秃鹰怪的种子 阿伟听完 阿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